要问谁是青青草原最贪吃的羊 肯定是懒羊羊 那么谁是最自恋的羊呢 居然是纸上一百八的喜羊羊 今天就来盘点喜羊羊的几个自恋名场面 场面一座作业 因为聪明做事又快 当村长给大家布置作业时 他很快就完成了 其他伙伴都还在赶作业 喜羊羊却无事可做 还自恋的说道 谁让我聪明可爱又活泼 机灵敏捷做事快呢 村长听了都无语 下一秒却表示自己也是这样 喜羊羊顿时不知道说什么 场面二 在收拾杂物的过程中 喜羊羊意外发现了杨果果留下的守护之枪 枪的外观很炫酷 在拿起枪那一刻 喜羊羊就感觉自己帅爆了 就连睡觉都还在自夸 喜羊羊这么自恋其实是有原因的 他的父亲是志羊羊 志羊羊看到喜羊羊爸爸的照片 第一反应就是他好帅 喜羊羊这是继承了父亲的自恋啊 场面三 机械喜羊羊也无法避免 直接要他们叫自己帅气羊 这自恋程度也是让人大为震惊 在青青草原被毁时 喜羊羊与灰太郎都离开了 那一刻感觉还挺帅的 喜羊羊与灰太郎他们都哭得稀里哗啦 机械喜羊羊却在摆造型耍帅 结果摔了下去 还把大家都给拉下去了 就算摔了下去 机械羊依然在意自己的动作帅不帅 场面四 双倍自恋的喜羊羊也让人震惊 他们算是强强联手吧 合力逃脱了小狼人的魔掌 回到了阳村后 他们也在自恋 梅羊羊他们在一旁看无语 一个不够还来两个 实在是让人震惊了 场面五 奇妙大营就终 喜羊羊去了狗国图书馆 听到两个女生在夸他长得帅气 喜羊羊当时自恋的毛病又犯了 这你人的模样确实还不错 瞧他这得色的小表情 内心独白估计是这还拿不下你 下一卯乐开了花 场面六 被狗国士兵认出适当主角的料 当时喜羊羊笑的嘴角都快裂到耳后跟了 心里美得不行 你们喜欢这样自恋且帅气聪明的喜羊羊吗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就点个爱心鼓励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小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这是你